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刚刚讲转播完了以后呢 介入或者介出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有一家公司他刚好欠这个零件或欠这个成品 然后你们有他跟你借 你借给他 我讲很多次 提醒很多次 只要介入介出的话呢 库存量都不变的 因为他没有金钱的交易 可是呢 什么情况会有 介入的时候是我跟人家借进来 借进来如果我没办法还 没办法还的时候或者说我想说 我刚好我也顺便把它买下来 这个转什么呢 可以转进销 可以转进销 那如果借出去 借出去的话呢 我们也许就直接转销售了 他可以转销售 可以转销售 我可以转进 我借进来我不还的时候呢 我就等于把它买进来嘛 如果我借出去 我借出去我没办法还他 我直接跟他 不 他不还给我了 直接也可以变成什么 我就卖出去 他就转 等于说跟我们 跟我们采购的意思嘛 好 那我们先做一个来看看 介入介出在哪里 看一下 在你们的 你看这网页上面 这有一个介入介出 介入或者介出 介出介入的归环建立 介入介出的单据建立 现在是应该是先有介入介出吧 归环还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这个先嘛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这样我们直接在这里找 直接在这个地方找 或者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 这里 我把这关掉 报表关掉 把这个异动关掉 这里 我们有一个介入介出管理 有没有看到这里 或者在这里 好 那我们先做这个介入介出 一定要先做什么 介出介入单的建立作业 我们看一下哦 在你们的课本的第五支三十九页 五支九十三页 五支九十三页 一定是什么 一样是新增 新增以后呢 这里就有两种选择了哦 因为你是介入介出的 单据建立作业嘛 我们先做什么 我们先做 照课本的范例来先做 一三一是借出 人家跟我借 我借出去 借出去很重要是什么 对象很重要 对象有几种 考试会出来有这四种 客户 厂商 人员跟其他 有这四种 那现在呢 我们借出去的对象是客户 那我必须要把客户的代码写进来 我选择代码 选了以后呢 出现这个 那依照我们的范例呢 对象是谁 1004 尖锋公司 尖锋公司 然后呢 我们员工代码是说 你借的人业务是谁 我是张明达 我就把它列出来 还有呢 场别很重要 税码 为什么税码很重要呢 税码通常会从这边带过来 从客户这个尖锋公司带过来 什么意思呢 我刚刚不在黑板说吗 黑板说如果借出去的时候 它可以怎么样转销售嘛 是不是 可以变成我可以借出去以后呢 它就跟我直接跟我买了嘛 这种情形的话呢 所以它会变成直接转出去的 变成不用归还直接转到销售了 转销 销货了 销售跟销货是一样的 就是销货 好 那这里呢 所以税别码很重要 将来就是直接是同样的开发票 应收账款什么都是一样的做法 我把它放大一点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直接就看 这里面部门代号 这些都建立好以后 直接就进入虚号 好 同样的我可以用F2去查询 对不对 我也可以用F3去看它的主建品的方式来展开 那这个展开就所有都会进来了 对不对 好 那这里只有F2跟F3的方式来做 然后我们来看看 假设今天这个案例呢 它是要你做什么 做可以跟监工公司借41003简易型的照相机 数位相机 来 总共多少台呢 总共借入是 这是这里面写多少台 他没有写借多少吗 10台好 我们就把他的码这个代号把它找进来 41003是这个 借多少台 借3台 借3台 单位3 10台好了 这里面写10台 10台 然后呢 我们很重要注意到 这个概念很重要 这有一个借出库 1003 陈品昌 好 为什么说我们 转出啦 借的话是转出嘛 那借的时候实际上注意一点 它在我们公司里面 转出是P003 转入呢 按理说 它不是给那个公司转到那个公司去吗 因为借入借出并没有账务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虚拟的库存 虚拟的库别 虚拟库别转入库呢 虚拟库别在这里 我们借出的暂存仓在这里 006 有没有看到 好 借出暂存仓 有没有 要注意到 然后呢 因为我要借出去 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还吧 对不对 要还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归还 预计归还日期 你最好是要写上去 不可能永久借的吧 假设我是下个月要还 下个月这个时候还 然后呢 还的时候呢 转进 这里有一个转进销 那现在呢 转进销 是等一下我们再做 我们先不做这个 我们先借出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未结案 因为还没开始一定是未结案 只是转出去而已 那有效日期 当然你也可以给 好 这样检查好 没问题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打勾 打勾 储存 然后一样道理 我们一定要做什么 做确认 201 21 2001 好 已经出来了这一笔 借出哦 配销借出单 对象是尖锋公司基本资料 这里面是资料有这么多 从003借到006 然后资料储存数量10个 借出10个 好 这个都没问题了 然后归还是1月 1月份归还的 然后还没结案 好 这样没问题就确认 日期就出来了 好 这样子完成以后呢 就是变成我们讲的叫做 借出单的一个建立作业 已经完成了 那好 如果说借出单完成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怎么样 如果它要还 我们就要变成什么 借出归还嘛 是不是 好 记得哦 这是2012 12001哦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接下来是什么 借出借入的归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一样做法 新增 注意这里就要选择了 是什么 还哦 对不对 是借出还是借入还 借出还 所以这个是C151 然后员工代号一定要对 原来那个员工代号 税别码呢 为什么要税别码 刚刚我讲了 如果说我还的时候呢 转成进销 那就怎么样 就它就不用再去 不会搞错了 它的税单啊 什么都不会搞错了 是不是 其他资料你也可以去查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有一个对象码 对象一定要对 原来是尖锋 你就是要尖锋 是不是 要不然就搞错了 好 然后你来看一下 这里很重要的 借出去 要借出归还的时候 一定会前面有一个借出蛋吧 所以呢 复制前置单据 那你按这个复制前置单据以后 一个单据来源 单据来源就是 一定是 它会呈现出来嘛 那单据出来 它把所有资料 通通带过来 有没有 很简单带出来以后 转入库 这里就要刚刚讲的概念就要有了哦 转入是003 是不是 转出呢 006 我看这里面 这单据来源都有了 我们来看转出的地方在 在这里 转出是006 我刚刚讲说 我们从这里借出去的时候 是虚拟的 所以当我们还的时候 这是转出的 这是转入的 借的时候 这是转 这是借出的 这是借入 转入的 这样知道吧 这两个概念要清楚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如果数量是多少 数量是10个 没问题 当然它也可以分批做两次嘛 好 来 这个都完成了 那不就结束了吗 储存就好了吗 对不对 刚刚我做了两个 刚我做了两个借出 刚刚做了两个借出单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说 我借出去以后 我把它还了 我把它还掉了 所以你看哦 借出单里面 今天的2012001 2012001 2012002 对不对 好 这个单据呢 是已经还的 好 已经借出 已经还了 然后 另外一个 还没 另外一个还没 002 也还了 两个都借出去了 好 那一个是还哦 来我们看看 还的部分 借出还 这个还了 001还了 对不对 002还没还嘛 刚刚不是有两笔吗 一个是001 一个002 001已经还了 002没还 那我们002的部分呢 怎么样做呢 我把它转 转到哪里 销货 所以销货记得 销货是在哪里 是订单还是采购系统 销货在订单还是采购 采购 这里 有没有 销货系统里面 不 订单系统的销货 销货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销货单 然后呢 销货单里面应该是哪一个 配销 销货单嘛 对不对 然后记得 客户代号 销货是 尖锋 是不是 然后呢 这里不是有一个 前置单据吗 前置单据里面 就有一个接触单 好 我按接触单的时候呢 来单据来源就是这一个 然后确认 他就把资料带出来了 带出来以后呢 我们检查一下数量 看对不对 10个 没错 没错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储存 储存完以后 然后再把它呼叫出来 2012 这个今天这个25 这个 好 储存 确认 完成了 对不对 完成以后 表示说 我借出去的 我把它转成 什么销货 转成销货单以后呢 你再回来看看 借出单会有什么结果 他就已结案哦 接出单 接出单会不会是已结案 会不会 接出 接出单 002在这里 然后你看这后面 有没有看到 变成已结案哦 好 我这里呢 再说明 综合说明一下 看到这边 看到这边哦 我们介入 介出 这个叫做 借出单 他建立好以后呢 建立好以后 两种方式 一个是什么 借出环 一个是借出环 这是第一种方式 借出单第二种方式呢 它不环 它变成怎么样 要用销货单建立作业 用销货单建立 之后呢 做成什么 变成 变成转销货出去的 转销货 那如果转销货 转完以后呢 在借出单上面 就会变成已结案 这样知道了 好 那先把这个部分呢 做一个 告一个段落 我还没听过 我还没听过